研考會主委 我想研考會的功能是非常重要的 他可以看到可以彌補我們個局處的不足 我想這個部分希望我們研考會這裡 我看你們的工作報告 要請教一下 就是你們在第一頁所講的 就是說你們持續推動跨區服務 節省洽工的時間金錢 這個我看你們說你們做了很多的項目的申請 大概也共計有1430件 你們是 我很好奇 你們是有一個窗口 特別就是針對這些申請的案件來直接服務呢 還是說你們受理了 然後再去再轉介給各個 譬如說各局處或者是各個工所 跟議員爸爸 這個在去年的做法是有在工所有專門的窗口 可是案量不夠多 所以這樣人力浪費之後 我們現在是用輪值 就是趕快有案件來 就是還是轉介嘛 對對對 立刻一個通知相關 可是你的這個工作報告上面寫的好像是 好像就是你們就是直接就是直接來做這些事情 我想這個部分 本來是直接 你還是要 我們考慮到人力調整 對啊 這是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就是對於公文的管制 我覺得這個還是要要有這個努力的空間 因為我這邊手上就有這個兩分我這次在工作報告質詢的這個項目 結果呢 答非所問 答非所問 結果我講的是 譬如說 我說要這個 希望能夠每個月提供 這個某些這個訊息 要提供給 譬如說我們 我是說給河流的受災戶 結果呢 他的答覆是什麼 他說我每個月到時候我發個新聞稿 然後呢 再公佈出來 所以很多的這個部分 當然這個這些 公文的這些 這個 管控是各局處事在做 但是我想這個也是 也可以列為你們的重點之一 所以就按我們來要求 對 因為你這邊講說這個 既然是你們是這個議會的 特別是議會的議員的質詢 或者是公文的部分 你們一定會也做了一些 這個管控的動作 所以有一些 實在我覺得蠻離譜的 答非所問的太離譜 這些 這些我希望 你還是要把它 這個要加強的來補導好不好 是 最後我想這邊 就是有關於就是 我們你上面所說的 我們是很多 我們在各局處 我們都有一些研究的這個案件 對不對 你們在每個年的年初 都會 都會請我們各局處 提報一些 比如說創新的做法 或者是一些這個研究案 但是這些研究案 我不知道是不是 你們真的是有到 有請這個專人 或者是專任的委員 去做一個審核 這個部分 我希望你們好好的來審 有一些局處是 他所提出來的這些研究案 我覺得是蠻有參考價值 甚至我覺得很不錯的時候 你都可以提供給我們這些議員 大家來這個共同的來參考 我覺得這個不 因為我有看到有一些局處是 他對於他們這個 有一些行政的流程 或者是有一些案件 要如何去做更精進的做法 我想他們有一些是做的真的很不錯 所以我希望說這個部分 希望我們這個研考會這邊 也要來做一個這個 去實際上的去審核 然後不錯的 也都可以提供給我們 我們認真來辦 是 好 再來就叫我們新聞處處長 議員長 這個 當然達尋這個 達尋的這個 style 這個每一個人都有了 但是我在這裡還是要 懇切的建議你 有時候議員所說的 不管是怎麼樣 我們虛心來接受了 不必要去跟他有怎麼樣的一個 言語上的衝突 我想這個 這個也是讓你這個 比較能夠這個 很比較能夠很虛心的來對議員 好不好 好 謝謝議員 這個有關於 剛剛大家都在講有線電視 我說實在的 我也要說 因為前幾次啊 有幾次的颱風 當然這個都是颱風過後 但是有時候沒有颱風的時候 有線電視也常常斷訊 特別是在山區 譬如說一斷就是斷個一兩天 兩三天 那很多我們服務處 就會接到類似像這樣的案件 結果呢 最後呢 這個不了了之 或者是處理的速度非常的慢 特別特別是 我們打電話 這個民眾打電話到這個 南桃園 或是北建 大部分是南桃園 結果呢 那個電話根本沒辦法打進去 這個部分 所以我看你 什麼這個整體滿意度 還有百分之六十幾 我覺得這個是有 實際上有這個 這個進步的空間 好不好 好 這個部分再請你再多多的督促 好不好 好 謝謝議員 好 謝謝 好 謝謝 首先追教於我們 主委 是 楊議員長 我想你的業務啊 不外乎就是 公文追蹤啊 考核啊 研考的部分啊 我想你過去在計畫室 擔任過主任嘛 到現在啊 那我想 衛民夫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們一直講說 公務人員的他的心態啊 非常重要 適合的人 用在適合的地方 做適合的事情 好 那我想這點是非常重要的 那個 我先問一下那個副市長 一樣的問題啊 我說 公務人員啊 他的服務熱誠啊 我們如何來挽留他的服務熱誠 喔 市財市所是非常重要的 你適當的人要擺在適當的地方 那我不知道說 建議一下市長 尤其是很多的局處首長 他的專業是交通 就應該去做交通 他的專業是在某一個 某一個領域 就應該去某個領域啊 而不是位子亂換啊 你位子亂換的時候 相對的很多公務人員啊 他們乾脆啊 寧可啊 多做多錯 少做少錯 乾脆就不做就不錯 會有這種心態喔 所以說這部分我拜託一下 尤其是政務官的部分 很多如何 讓這些基層的公務人員 他們的心態 為民服務的熱誠 這點是比較重要的 從每天在那邊考核說 我們到底 到底有幾件的1999 多少公務員要最終怎麼樣 我覺得 這個這個是最大的原因 你們要找出這個原因出來 這第一點喔 第二個 那我想 當然講到人 不光是你們公務人員 我們議員也是一樣喔 我想是不是 那個副市長 你針對於 我們議員 有時候我們要求來做 所謂的 會堪的時候啊 我希望你們能夠 言出一套的辦法出來 譬如說 我舉例來講 我們大溪 有一個路口要做紅綠燈 我們大溪有三個議員啊 我今天我會堪 明天另外一個會堪 後天另外一個議員會堪 三個議員會堪同一個路口 我請問一下 你們公務人員 為了怕得罪議員 不得不說 我都 我都要 我三個議員拜託 我都要去 我們大溪才三個議員耶 中立有十個 桃園有十個議員 我請問一下 一個路口十個議員去會堪 浪費多少 我們公務人員的成本啊 應該整合來一次就解決掉 對不對 我想說這部分 關於我們研考的部分啊 我希望你們好好的 就人的部分來做好好的來做做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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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出來好不好 不光是公務人員 包括說像我們議員拜託的事情或請託會堪的事情也要做整合啊 你認為怎麼樣比較適當一點啊 譬如說第一個議員已經看過了 你就跟第二個議員講說已經會堪過了 我們要怎麼樣做 你總不能說第一個議員做好 第一個議員不能做第二個議員可以做嗎 第一個議員做不好 第二個議員做不好 第三個議員做可以做嗎 也不行嘛 你們要您出一套辦法出來好不好 我想這樣子公務人員才有效率啊 是好不好 我們請坐一下 新聞局長 議員做 處長我再跟你講一下 你剛剛特別提到說 有關於我們有線電視的部分 我們要求整體的所謂的一年度的一些民眾滿意度要75%以上 如果低於這樣子的話 我們有所謂要給他們所有的懲罰性的一些扣款 或者是說收費的一些標準可以降低嘛 你的依據在哪裡 這是去年費率審議委員會的附帶決議 你的附帶決議我剛拿在手上 有哪一點有哪一個標準要扣錢 你跟我講一下在哪裡 第一個是 然後是數位實驗區百分之百病值行完畢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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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這個這個下個問題 我只是問你說 那就是說 未達75%你是依據什麼樣的條例 說要說什麼 你剛剛口頭 附帶決議第四點啊 你手上不是有嗎 第四點 你念一次給我聽聽看嘛 就是未達75%作為去明年度費率審議之標準嘛 因為我剛剛已經聽了早上的 你剛剛的回答完全就是說 如果未達75的話 我們可以2%到6% 但是你講的這個2%到6% 是完全不是在你們所謂的附帶決議裡面的嘛 好這第一個喔 2%到6%是第一條啊 第二個 因為我這邊有數據文字在這邊 第二個我特別講到 我們要求北桃園南桃園北建要求匯率要降低 降不降的部分你們一直講說是我們審議委員會來做的決議 那馬上就要開審議委員會了 當然不光是我剛剛特別講的 你剛剛自己提的 我們滿意度沒有達75%以上的 我們要如何如何的來做所謂的匯率調整 第二個你有沒有想到其他的方式 如何來降低我們的稅率 你可不可以說明一下 我覺得議員可以建議 這個你們的附帶決議講得非常清楚 現在是什麼 你們可不可以推所謂的全面數位化 全面數位化一直在推 我們現在的成效呢 92.59% 你可不可以再把你的附帶決議再唸一次給我貼 你的第四條 第四條是指這個滿意度的部分 你就沒有注意看 第四點的第一條 三家業者應於105年11月30號 向NCC申請全部經營區 納入數位化的實驗區 並執行完畢 執行完畢 聽完這四個字 業者屆時如未完成執行 106年度收視費用 將調整2至6% 我請問一下 附帶協議在這邊 我們現在到目前為止 我們的成效如何 目前送數位實驗區是全桃園的戶數都送 但NCC還沒有完全核准下來 所以目前質詢大概10%左右 10%左右 我跟你講 我們全面 我念給你聽幾個縣市 新竹市 嘉義市 嘉義縣 台南市 都達到百分之百了 全面數位化 跟議員報告一下 這個兩件事情 全面數位化 跟全部關閉類比訊號是兩件事 這兩件事情 我為什麼要這樣講 懂意思嗎 因為現在我跟你講 現在一個月 530塊 吃到飽 200多台 坦白講 我們每次會看的 固定的啦 我們男孩子大概看的 就是看新聞啊 看一些比較運動類的 女孩子看一些煮菜的 韓劇看那些 如果全面數位化以後 他可以用分組 來收費 這樣子相對的 可以來 點低 我們收視部的 一些 他的匯率的部分 這點你清楚嗎 我清楚 但這個要經過立法院審議 對嘛 那我想請問一下 那目前 別的縣市 都已經在推NCC 而且都是 我們主管機關 新聞處的部分 那全力在推動 我不知道你們的做法 你可以說明一下 你說分組付費的部分 就是你們推 協助業者來推動 所謂的 全面數位化的 你們的工作方針 或者是你們現在的態度 或者是你們的做法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有請業者 在一些市府重大活動的時候 推廣 這個全面數位化 像之前地景藝術節的時候 南桃園就有去 那最近南桃園也跟我說 他們想要去復興山區 跟大家說明 那包括大溪他們也想去 因為這最後一里路 其實看起來好像剩一點點 因為剩不到8% 但其實蠻複雜的 也比較累 那第二個部分是說 這個 慢慢的我們轉換數位實驗區 那關閉類比訊號的時候 當然會造成一些民眾的不便 但是也會提升這個數位化的部分 對 所以說這個部分如何 來協助我們這些業者 讓他們業者能夠全面的數位化 以後數位化以後 得利的是我們所有桃園市民 都可以迎刊而解 可以先收看 你們收看 有些人的權益 對啊 這樣講議員就是專業的 全數位化才有可能 落實真正的降價 所以政府要站在立場上面 來協助這些業者 來做所謂的全面數位化 相對的 這些民眾才有保障 所以說這邊 一早 一早 所有的議員在講說 要求你們降價 降價 結果你們一直說 是審議委員會 要決議 實際上如果 全面數位化以後 我想這個問題 都可以迎刊而解 所以這部分 我想個人的建議 希望我們新聞處這邊 要站在我們 公家立場的角度上面 來協助全面的數位化 這點好不好 謝謝議員 去年委員會 並沒有實質的降費率 也是希望說 我們離全數位化 只差一點點 那希望能夠 給業者一些誘因 跟鼓勵喔 讓他們能夠在今年 推動全數位化 才能落實分組付費 才能夠 很簡單嘛 你的付在決議裡面 就已經決定說 11月30號之前 如果沒有執行完 完成的話 勢必明年 就要調2到6% 是不是 所以說 現在還剩下8% 你要怎麼樣 幫民眾來解決 這樣問題嗎 如果沒有 我們希望的是 要圖利民眾 當然 不是圖利業者喔 當然 很清楚喔 我們現在能夠圖利民眾 那民眾能夠得到 好的收視 他的收視品質 相對他的費率 可以降低 這是我們民眾 最卑微的要求啊 這不卑微 這是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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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的要求 所以說我這部分拜託一下 尤其是我們先剛剛一個早上都在 都在提的匯率的部分 而且收視品質的部分啊 我們也希望我們相關單位啊 能夠重視一下 局長 議員長 我想 費率的調整 絕對是民眾最關心的事情 我想我們關鍵的時間 也非常長的一段時間 那每次你都說卡在審議委員會 我想審議委員會的委員 我想也是我們市政府聘任 那這些委員會 絕對都是您可以溝通的對象 不管從台北也好 新北也好 跟桃園那也好 是一日共同生活圈 所以對於費率的討論 民眾都是有相互的交流 所以費率的調整 絕對是我們新聞部 最重要的一個事情 尤其11月30號 你們要開審議委員會了嘛 對不對 應該11月底日期 我還不是很確定 好沒關係 11月底你們要開審議委員會 我希望這次審議委員會 一定要有一個明確 調整費率的方案 讓這個方案能夠成形 讓民眾對你有期待 這樣子好不好 好 謝謝 謝謝 我還是要請教一下 議員長 有線電視的稅率 其實關係到民眾的問題 就像水一樣 像電力一樣 我記得 我們桃園區 有一位議員 以前的議員 他只有廣告 就做得非常大 說他主張調有線電視的費率 降了20塊 他這個廣告就讓他當選了 所以我認為 有線電視的費率 真的是副長要把他真的放在心上 那剛才有講到了 我們市政府公告對105年度 桃園區有線電視的收費標準 你剛剛講的 附帶條件有兩個 第一個就是 三家業者要在105年 11月30日要變成數位 要不然的話 他106年收視費要調降2%到6% 那現在我們桃園目前是92.96 那沒達到100% 所以勢必會調整是不是 副長 我認為在數位實驗區沒有完全落實 那以及收視滿意度不高的地方 我覺得是有調整的空間 那再來就是 你在附帶第四條也講過 如果滿意度沒有達到75 有了線是更高 那現在沒有達到75 我們結果將做下一年度的審議的依據 對不對 那剛才我看你的報告裡面 北桃園是69%滿意度 北建市68%滿意度 南桃園是54%滿意度 所以都沒有達到這個標準 所以這兩個標準 應該也就是可以調降的標準 所以我們現在在研議調降的方案 對 你要把它調降 要讓人們有感好不好 好我們盡力 謝謝 那再來就是我們桃園 在那個大德二街 那個電纜地下化半年前 就已經做了 已經實施了 可是北建北桃園 電線桿還在掛在那邊 他們還沒有地方掛 還沒有地方做 這個方案這種管線 是不是北桃園北建也要負責 這個我跟議員報告 我可能更深入了解一下 理論上他們應該是會進寬坪管道 那水務局的這個作業要點裡面 一年內要把 進寬坪管道的時候 一年內要把原本的染線拆除 對啊 半年已經半年都還沒拆除 這個我再來了解一下 謝謝議員 拜託一下好不好 好那我們再看一下 你的賴的人數的成長 所以我也要肯定你的努力 這個桃園市政府在 其實我們新聞處 跟以前的新聞處真的是不一樣 謝謝議員 那粉絲人數大幅成長 來到了53萬8155人 那但是在粉絲市的排行 排行 排行榜就大幅落破 依然是六都之末 那我希望這方面要好好的加強 謝謝議員 我記得議員上一次也是講這一題 那跟議員報告 我大概也有觀察就是說 我們LINE大概以每個月1萬人再增加 那桃園市的FB大概以每個月8千人再增加 那我們會再努力 那希望大家能夠透過這樣的 主要是能夠透過LINE FB能夠了解各項事 市長你有聽到 停班停個最新通知的粉絲專業欄 剛才也提過 那梅基台風之前 他們總人數是34萬人 梅基台風後成長到44萬人 而且這粉絲專業的版主 只是個大學生 他成長了10萬人 他是一個人而已 所以我希望你可以好好去取經 看看怎麼再增加這個10萬人 我們就不會排到最後一名了 好 好好加油好不好 好 謝謝 那再來就是 我們來看一下 前逃來去投 我們從8月開始 我們都有前逃來去投的第二季的影片 那個規劃 你覺得這對觀光有幫助嗎 我覺得多多少少有 可是我看了一下 觀看點擊人數 我覺得效益就不是那麼好 那你看一下 第一集的時候是6571人 第二集是又下降4855人 第三集就1872人 第四集1229人 第五集615人 第六集1080人 以前可以說是跟以前的機會差很多 一下子就2萬人 最低還有5000人 這個數據 你說這樣子這麼少人看 你覺得有什麼對策嗎 跟議員報告 我是一個很重視數字管理的人 三四五集 有時候是颱風 有時候是中秋連假 那沒有關係 就像議員有注意到第一季的狀況 第一季兩三萬人點閱是很正常的 其實他都會一直在累積當中 我們重複的加強推廣跟宣傳 其實也會增加他的曝光量 我謝謝議員有來參加這個記者會 議員你的臉書如果幫忙宣傳 我相信量一下就衝高了 我希望我給你建議 譬如說你找可以找陳金峰來代言 我簽不去啦 甚至你我上次也建議用QR Code的方式 來加上桃園市的一個理念 讓人家掃描能觀看 這樣不是增加了點驗力嗎 對 謝謝議員的建議 這樣好像都沒有採納 我覺得很可惜 有啦有啦會 會喔 希望你加強 那剛才講到那個 我們一直講的台風的上課 上班上課的問題 真的是 那個9月28號的8點10分 就第一則內容 8點50分 就又第二則內容 來火定了8點10分 那9點57分 又再恢復第一則的新聞 所以這個方面 就像我們萬元講的 真的是你只有發佈一次嗎 我只有發佈一次 千真萬確 像這個內容幾乎都一樣 那你是不是要 也真的是要查一下 怎麼能可以網路可以亂發我們的新聞處一個通報 是不是你要查一下 我想我覺得我們內部是應該查一下 對 我覺得是應該查一下好不好 好 謝謝 好處長你請坐好 謝謝 來負面署長 是 你好 來我們貴會的職責最重要是要列管這個 市長的重要證件的一個推動 市長已經執政了快兩年了 到目前我們市長的證件達成率到底有多少 有哪些是確定挑票 有哪些是未必能夠達成的 我看你應該很清楚 是不是簡單講一下 大概最近市長剛剛講了 其實最難達成的鐵路地下化 這部分最近也都即將會有收獲成果 所以原則上都是可以百分之百的達成 都有百分之百能夠達成 這你講的 是 好 我們當然是以這個目標來做 但是是真的要用心 努力去做 而且是真的有心 那我們市長報告中有提及 要推動 智慧園區展覽館空間情境的應用計畫 我不知道你這個有沒有 知道嗎 有 這個是我調成智慧城市計畫裡面的 因為我們現在所有的公有建築 特別是我們學校部門 各公家部門的部分 我們都會希望 就智慧園區的概念 第一步所有公共大的建築 兩億元以上的公共建築 我們全部都智慧建築 智慧建築只是建築物的本身 譬如說我們現在土地公文化館 它就是符合智慧建築 那接下來下一步 它內部的一些應用 針對便民服務的部分 針對管理的部分 我們會引進一些新的智慧的一些 應用軟體來使用 你的構想很好 到目前有具體的績效嗎 有馬上那個土地公文化館 年底完成之後就可以看到了 我希望你這個也真正要 沒問題 我專案每個案子都在督導 好 要拜託 那我們市民卡 繳費消費電子錢包的功能 我是覺得說 你何時可以走出桃園市 桃園市 這全省都可以用 不管是優惠卡 一卡通都可以 那市民卡的優惠廠商 也不應該只限於桃園市 這方面你們有做努力嗎 這個可以考慮 因為目前我們市裡面 才600多家也太少 那這部分我們還會努力 優因還是需要再加強 包括跟信用卡的結合 這最近我已經跟 跟我們資訊中心 跟相關的在研究 大概廠商也都有意願 可行的話 我們也會朝這方面來推 我希望這個是我們市民卡 推動一個最重要的 因為商家有這樣反應 對市民也是一個福利 外縣市也可以有很多特約廠商 是是 我希望你由這方面來繼續努力 有有有 包括另外第三方支付的方式 我們也都會來納入考慮 好 負面長辛苦你了 沒有沒有應該的 好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黃沐竹議員 以及吳春芳吳議員 以及許醫術席議員 劉勝全劉議員 共用18分鐘 請發言謝謝 好謝謝議長 我先請教教劉主任 我是邱駿 邱駿 那個 工作說明裡面的第四頁到第五頁之間 有關於補助款的部分 現在實施行李已經到達到百分之九十七嘛 九十五點七七 那請教一下那個有發個案件 是呈現在一個非常落後的進度裡面 這個補助款是哪八件 請問那個劉主任 不是我邱駿民 在八件裡面當中有沒有原住民的那個案件 是 有沒有 目前資料上 中央補助了將近十一億點三億嘛對不對 這麼多的經費裡面 你們的這個 這個落後的八件 八件案中有沒有原住民的部分 一言指的是那個基本設施的部分 基本設施的部分 是中央他基本設施補助款十一點多億 我們列到我們年度的各項工作計畫裡面去 原住民的部分應該是沒有 原住民的部分應該是沒有拉路 有沒有 沒有沒有 這部分主要是教育 各單位的活動 講說這個落後的八件當中 也希望說你們那個主任這邊能夠趕快督促 趕快在年底之前趕快完成好不好 導演 這個都是在我們年度的預算裡面的工作項目 好 那請教那個 我們張處長 議員長 關於那個新宏處這個區塊裡面 我認為我非常的腐爛 為什麼 都不動一個活動就辦一個記者會 都不動就辦一個所謂的宣導 我不曉得說這個效果怎麼樣 而且呢 而且呢像昨天那個活動裡面當中 活動當中 而我們沒有收到任何的那個訊息 而是反而是那個社團的理事長 要不要那個like告訴我們有這個活動 我不曉得說這個 這個新聞處這個部分 有沒有這樣的一個多島各局勢的一個活動的 那個行程 他的那個行程表 跟議員報告 這個記者會或活動 各局處都會主辦 其實新聞處很少在主辦活動 那議員很多議員反應這樣的狀況 有時候活動沒有收到的通知 這個我來加強 加強獨島 一個宣導 是各個局處他們在辦理是沒有錯 不過你們新聞處要做一個 一個那個監督啊 會我們會來整合 我也會要求各局處 那你告訴我好了 你提過一個調給本席 就是說關於這個年度裡面 所有的活動 所有各局處的活動裡面的一個行程 記者會總共有多少屆 從1月到現在的9月底 好不好 可不可以提供 我們會後統整一下來提供 好 請坐 謝謝 謝謝 張處長 議員長 我看了你第17月有線電視服務品質裡面 我們所謂的你協助他們處理這些案件 包括斷訊服務寬頻染線 其中北建有線電視只有20件 北桃園有30件 南桃園有105件 那下面的 對於整個有線電視的服務品質及收視物 滿意度調查 整體滿意度 南桃園才54.48% 那接聽速度就是說 有斷訊啊有這些啊 他要服務的時候 他的這個滿意度啊 只有44.24% 前往維修速度啊 只有60.42% 百分比 那為什麼 南桃園的服務 跟北建跟我們 北桃園落差那麼大 你告訴我 原因 我覺得第一個他們的 服務的觀念要改變 那第二個是當然服務員比較遼闊 他是不是你督導的對象 是啊 那要怎麼改變 你有沒有具體的方案 呃 我也不斷的要求他們 加強這個能力 包括維修的跟客服的能力 那查查的工作 我們也更積極的進行 有什麼具體的 除了這些這樣子 輔導性的 有沒有具體的手段 可以讓他更加進步 呃 我坦白說啊 在法規面我們能做的很有限 但是如果遇到能法的 我也不會手軟 不會手軟 對 我在這邊拜託一下 我們南桃園喔 真的 斷訓服務的速度 斷訓的次數啊 包括裡面 太多要講了 包括這一個 呃怎麼講 內容啊 有線電視的品質 內容啊 真的講都不能讓我們這個使用者 能夠心服口服啊 消費起來喔 啊我請問你啊 如果斷訓達多少時間喔 我們在月租費可以扣款 24小時 24小時可以扣多少錢 一天就是一天的價錢 然後超過十天 只有一天嗎 沒有加倍賠償損害嗎 呃 定型化契約就是一天扣一天 但超過十天就是扣一個月 超過十天扣一個月 可不可以再嚴格一點 讓他們能夠 我剛剛講的具體的一個手段 就是嚴格一點 如果停訓一天 就要罰兩三天 罰三倍 一般都是這樣子啊 我們買賣房子也是 有違約也是要罰兩三倍啊 我是希望你們這個案子 提到我們審議委員會去要求 好不好 這個我們可以來研究喔 這樣子才可以 讓這一個已經 趕不上進度 趕不上時代潮流的這個 有線電視能夠進步啊 好不好 好 謝謝 謝謝 另外我們 鄭富民 我想請教一下喔 你強化市容查報系統 你要重新檢討 恢復這個時效 其實你做原考會 我是主委 我是蠻有信心的 因為當副秘書長 對於整個市府的整個局勢的案件 其實是非常能夠熟悉 而且掌控中啦齁 掌握得住 那你這裡面 那你這裡面 有寫105年8月1號起啊 要求第一階段 要求第一階段 需一日內 初步回應處理情形 無法在一日內修貨處理完畢者 再依案件性質進入到第二階段 並依指定期限回覆 那裡面有15項裡面 其中我再請教你 路登護站 請問一天內嗎 你知道里長給我反應齁 一個月 那我現在要請教你 你這樣子的查核制度跟列管制度 是只有府內呢 還是整個全面性連區公所 包含各公所 包含各公所 發生了一個月不能修復 或者一些列管案子 什麼一年多都沒辦法做的 很多案子啊 這個你這樣子的宣誓啊 你有沒有辦法執行到位 你告訴我 畢業我給你報告 四小時之內回覆啦 派工 真正如果他一般損壞是兩天 好啦兩天啊 我剛剛講一個月這樣子的你的考核啊 你的列管你怎麼處理 你告訴我 各公司 這主要是公所的權者啦 如果說他沒有按照這個規範來做的話 當然該懲處我們會懲處 會懲處嘛 我在前幾天我講了嘛 講懲制度一定要到位 要明確 這樣子認真的人 才會認真做 啊 頭雞摸狗的人 一樣領錢 一樣不用做事 這樣子的一個公務體系 是沒有辦法進步 沒辦法有效率的 對 所以拜託一下我們主委 好還要更好 我們已經有進步 可是我們要更好 這樣可不可以 提升我們整個市府的執行率 我相信重大建設 包括入坪入燈 這些那個什麼植草災啊 入宿植草 檢草啊 拜託一下 這個也沒做好 拜託一下 列管 我們會認真去做好不好 我們會認真來做 我們讓我們市府的效率更好 好不好 謝謝 好 謝謝 我們新聞處長 許醫院長 你看這個我們黃富淑鄉大姐啊 罵到時間都超過 你就知道這個 鄭文泰市長這做的不怎麼樣 那我還是一樣喔 延續一下剛才講的這個 尤其這個民眾啊 讓他們最詬病的 就是這個南桃園 我請問一下南桃園 我們有沒有關股啊 沒有 沒有關股 怎麼可能 沒有關股怎麼可能 我們每個月的那個 那個收的那個費用啊 居高不下 是為什麼 全國的這個 這個有線電視都已經降到 這個很低了 但是就是桃園縣的這個費用 講一下 說明一下 目前我們是六度第三 那我剛剛也反覆不斷講過 在數位實驗區 在滿意度沒有達標的狀況之下 我們會依照費率委員會去年做的附帶決議 現在正在演你降價的方案 會提到費率委員會 去年不是就已經很多同事都知道啊 去年就已經要求要降啊 也同意啊 去年費率委員會 他們希望說我們推動全數位化最後一個里程 費率委員會是由哪些人組成的 是由專家學者所組成的 專家學者有沒有股 沒有股 沒有股東 沒有股東 那為什麼效率這麼差啊 他們效率其實蠻好 而且在學界在業界都很權威 所以喔這個壯 我覺得是這樣子 這個部分啊 在剛才您提到的 法能夠規範的部分 畢竟啊有限嘛 是不是 但是很多東西現在都是民眾的觀感 跟民眾的荷包啊 這個問題就關係重大啦 當然 那你今天南桃園 他是一個收費的 一個營利的單位對不對 那很多在地方上 包括很多的水溝 現在還有沒有在 搭這個水溝 他們的縣啊 他們有沒有去 側溝附掛是水務局受理的 所以這個請副市長來了解一下 因為我的意思是說 南桃園在地方上來講啊 其實我們都盡量配合他 因為這也是民生的一種嘛 但是呢 他在這個收費上 對我們政府跟民眾來講 是非常不友善的 因此如果說 他們收費這個部分 還一直都要居高不下的時候 我們站在政府的立場上 也要適時的 對不對 有一些籌碼可以跟他們談判啊 不可以讓他與虛與窮嘛 是不是 現在這個行業幾乎就是 已經壟斷了嘛 對不對 因為錢淵貨啦 不好的東西就這樣 是啊 所以說你看那個放的那個片子 對不對 那一個洋片或者一個國片 一放 就放幾百次 都還是那些大爛片 對不對 我們政府難道對這個都沒有話講 拼命的花錢在做廣告 但是在這個民眾每天要看的 這個節目的品質 就是這麼差 我們新聞處竟然一點點立場 可以來要求他們都沒有 我認為這樣的政府 衛免就太沒有立場 太懦弱了吧 有啦還是要要加強 所以我們會勸討 不過頻道商跟系統商是兩回事 是沒有錯嘛 對不對 系統跟頻道那是你的專業啊 但是民眾他不會這樣想你懂嗎 系統要找哪個單位 頻道要找哪個單位 政府只看到說 這個南桃園是誰管的 就是新聞處嘛 是不是 你們有管道啊 包括中央啊 怎麼樣去協調 我們都會去協調 是不是 去要求嘛 請他們改信嘛 好不好 這個東西真的民眾反應太 真的 尤其常常那個很斷訓 我們民眾 好像都是帶窄的羔羊 斷訓就斷訓 拿他沒筆條 怎麼會有這樣的政府 對不對 如果我們在這個 他們那種傲慢 跟他們那種效率 跟他們節目品質那麼差的情形之下 斷訓還是一樣要繳這樣的錢的時候 他們就認為 這個政府一定是官商勾結 我很明白的告訴你 這就是民眾的觀感 所以這個部分 希望你們啊 真的好好的要求啦 好不好 好 謝謝請坐 謝謝 好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那個大議員 他的今天的那個問題比較多 請他先發言 我要留時間給你們 不用 謝謝 謝謝那個徐樹西議員 處長 議員長 老大好 2016全台吉祥物PK站 是誰主辦 高雄市政府 高雄市政府主辦 那大概六月的時候 我們接到邀請卡 對不對 對 下戰帖來 那剩下一天 還剩下兩天 投票到明天中午 網路投票到明天中午 到明天中午 目前呢 目前成績 目前網路投票第二名 前天去高雄參加花車遊行比賽 那成績應該禮拜四會宣布 所以他網路投票佔幾% 網路投票佔40% 那現場那邊佔60%嗎 對 遊行佔60% 好 那所以說 網路投票就算是第一名的話 也未必會是第一名 對不對 好 那因為我昨天晚上看一下 目前我們的票數 大概是過五萬 那從第四名 因為你的網軍也很多 我沒有網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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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肯定你 你不要我還沒講完 你就認為說我要罵你 這樣子的話 沒得人疼 我本來是要肯定你 但是現在如果說 我要說 我們的市府網軍很多 大家很認同 然後把它灌票灌到五萬兩千多 那也很正常 今天早上我看一下是 五萬兩千四百七十二票 那也很正常 我又不是罵你說 宣導不夠 為什麼才五萬多 你應該要破六萬 那台北市的什麼 新北旅客 小客 沒有人在管他 那就衝到五萬八 那新北市 我那個柯文哲 現在焦頭爛耳 結果他的熊戰 也衝到 一個晚上就衝六千票起來 所以說大家都還在加油 那你講到一個重點 就十月一號的遊行 有一個亮點 是什麼亮點你知道嗎 議員請說 沒有啊 我問你啊 你怎麼會反問我 你說我們的亮點喔 對啊 我們十月一號去高雄 我們這次跟華航 還有可口可樂 還有巧克力共和國合作 華航的CI BEAUTIES 跟我們一起表演 現場 也感謝可口可樂 跟巧克力共和國 提供我們 可口可樂 跟七七乳家巧克力現場 發給民眾 謝謝 因為你在六月份的時候 曾經誇下海口說 如果沒有得獎的話 不要回來 那我是認同你 但是得什麼獎 最佳設計獎 還是安慰獎 很多獎項 你所謂的沒有得獎 不要回來 是第一名還是第二名 還是前三名 他的評選是前三名 兩組各取前三名 所以你所謂的沒有得獎 不要回來就是前三名 是不是 對啊希望是這樣 誰不要回來 阿桃不要回來 還是元哥不要回來 還是兩個都不要回來 我看乾脆連我都不要回來 兩個都不要回來 這種教育就錯誤 我有四個小孩的老爸 我如果跟我們四個兒子這樣說 沒有人要理我 懂不懂 不是用那麼強勢的方法 我們一定要去行銷 好 像十月一號 你在高雄的那個行銷 我就覺得 個人覺得很失敗 那天我剛開民視看到 很失敗 整個只看到中華航空公司的空姐 一個大亮點在那邊跳舞 整個只看到中華航空公司 他的商業識別mark 在那裡 我們桃園的示威既然不見了 我們的阿桃跟元哥在樓下走 結果空姐是在火車上大小的 搞到最後大家還以為是華航在主辦 人家認為說阿桃園哥是不是華航的 不是桃園市政府的 這點你一定要去 你一定要去檢討 這一點讓人家看起來 我剛剛看了一下 那既然贊助單位是可可可樂 可可可樂啊 咖啡共和國還有華航 那禮拜我們花多少錢 我們不用花錢嗎 不用啊 啊不對啊 不用花錢搞到場面好像別人的 這樣沒道理 有時候該花的時候要花 我要鼓勵你 改開的時候要花了 剩下一天然後那個評比出來 真的有可能不用回來 比較加油一下好不好 好 來 剩一分鐘 劉議員長 研考會 是 在這邊大概跟你講一下 因為你這裡最重要的就是這個KPI 這是績效指標 那在上年度為什麼 南坎國中的部分執行率只有104年度執行率只有16.46% 藝文專科大樓工程總工程費3億分3年執行率才16.46% 教育局在工程上面確實掌握進度上比較不理想 你們要講光話 不是這樣啦 是因為發包 他發包流標了三次 你要進入狀況 然後上次我在講的 我們這個老舊校舍的部分 我質詢說 防震力不足 老舊校舍 今天的內部 好 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楊維超 梁議員 魯明哲 魯議員 蘇翠林書議員 共三十分鐘 請80元 謝謝 好 這樣請 請下我們邱帶主委 這個 那有一些問題不會 待會兒我就請副主委 那你是什麼時候開始代理 9月13 9月13 刚代理 好 那我想请教一下 因为你刚刚讲说 这个市长的重大的一个施政 完成率几乎到百分之百 那我记得我们去年 在议会审议预算的时候 我们这个郑市长有一个 新年度的一个新的一个政策 就是希望推动两岸交流 我相信啊 在他心中当时也是 今年的重大政策之一啦 你刚刚讲完成率百分之百 那你请坐 那个副主委 因为他9月13号才接 那目前我们那个两岸的 这个整个小组 两岸的一个活动 推动了有多活络 有没有使命必达啦 我们郑市长今年度的重要政策 两岸到底推动如何 跟议员报告啊 那个今年的 两岸的这个来往 确实比较少一些 不是不是确实 你在帮蔡总统回答吗 不是不是 不是我讲桃源嘛 对就是说 你桃源你 你你现在编的预算 你现在做什么事嘛 是 我们有成立一个两岸事务小组的会议 那 然后 我们每四个月开一次会议 我知道 是 副主委你是认为说今天可能不用起来 都没感觉都好像都没准备啊 那我再请这个顾密处长好了 我感觉问你们两个可能得到答案大概蛮类似的 好像都是不太清楚 不会啦 副主委长其实你是现在目前正市长团队里面喔 比较有建议权的人啊 我自己都观察了齁 我觉得这两岸政策我们在去年审议算的时候 我这乌鸦嘴已经跟跟你们讲过了齁 说不要说好的又想吃 那坏的又不放 我说那不太可能 那我不知道情势发展到这样的 可是我觉得你们现在做的一个事情啊 所以我特别写啊 两岸交流 陶渊到底是做哪一门的先锋啊 是真正的先锋还是封锁的锋 还是封闭的锋 还是顾部制锋的锋 还是你学陆委会 对不对 成立个两岸小组 两岸交流自己玩一玩在国内自己玩 在国内不断的开会 我现在看到很悲哀啊 你们现在两个业务啊 就是你们成立一个两岸小组 然后开了两次工作小组会议 8月8号开第二次的会议 你们这报告这样写 然后请什么 特别请到邀引到陆委会 陆委会里面的来做一个报告 其实你知道吗 这整个看到的画面是什么 你知道吗 前面有一个大的无头苍蝇在飞 我们现在后面跟着一堆 小桃园的无头苍蝇在那边跟着飞 你们在飞什么 我们到底我们目标是什么 第一个我们做好地方的事情 两岸的政策是总统啊 国办外他的事 那我们去扯这个什么政策小组 扯了之后现在干嘛 为他不掉 你请他来演讲 他是一个大的无头苍蝇 他在立法院报告 说两岸关系不好怎么办 生命自然会找到出路 我的天啊 我们桃园县请来的演讲交流 我们两岸未来要怎么做 是一个生命自然会 你知道吗 我是建议你去 我们有很多教会 教会的大概也是这样的去 去这样的说啊 那现在他的答案跟达陆记一样 根本没办法你找来演讲 然后唯一两岸小组 做的事情是做这个 顾面署长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讲 也不是亏你嘛 预算经过我们审议 你知道两岸事务的预算多少 你知不知道 这两百多万了 业我我跟你报告了 最主要这是一个业务的呈现 我们并没有要夸大 我们自己对这块多重视 我们做了多少迹象 重点是地方上 我们在推动这城市交流 我们包括跟日本 包括其他国家都有 那这块是比较特殊 我去年才被你们搞婚了 哪些交流是属于秘书处的 大陆事务是你们的 所以在你们这边 你现在对我知道 请你跳开 跳开你副秘书长的身份 一下 回到你现在所带的职务的身上 因为现在我们看预算 预算大陆的相关预算 都是编在你的委员会里面 对不对 编了多少 旅游费我们叫考察 考察费用 我们说28人是16天 224万 两岸事务的情报收集 我天啊 你在帮总统府做事啊 勤收报告 一百万 两岸事务小组的交流啊 可能是吃饭五十一万 委员的出集费九万 你们在今年度总共编了三百八十四万 这个钱是名指名高 我们去年在建议那你去交流 我因为我今天本来想要问的是说 你争取了多少农产品的机会 还是多真的争取了多少亿的一个交流的一个产能 我本来今天要问这个方面 但是很悲哀 很悲哀 我们编了三百八十五万 你说我们只是实验性质 我们只是自己尝试在做一些事情 其实我不是不能接受 唯一是说你明年又编了三百八十五万 我忍不住我章话要出来了 你可以说我去年不知道今年的发展 我真的 我虽然有点气 但我可以接受 你我们还没有省的预算 我刚刚在楼上特别看了一下 你一辆文超公三百八十五万 四项两岸交流的哨鞭 就有点过分 那我请问一下 你今年就知道无事可做 不是你无事可做 连蔡总统都无事可做了嘛 你桃源交流你做什么先锋呢 你现在预算给你了 到最后的结果 就朝鞋委员吃饭聊天 我觉得我们桃源还没有必要花这种钱吧 我跟你讲 两岸政策中央还没开放之前 你这个连两岸小组都冻结 冻结嘛 你开什么会嘛 连大屋子的屋顶没盖好 大屋头舱也没找到方向 我是说真的喔 你根本没有方向嘛 你没有方向你少这些人来吃饭干什么 你把五十一万九万块出去费 你花掉花什么意思 我为市民来问你 你花什么意思 你今年编叫美丽的错误叫误会来实验 我不是不能接受 你明年原封不动 给我编八百三百八十万 我就觉得很过分 议员这些费用其实基本上都蛮基本的 路团来这边让我们接待 当然要出点钱来请吃饭 包括我们同仁是不是到大陆去考他去学习 我想郑林也不会反对 所以这部分经费也是这样编的 所以基本上这三百多万并不是很多 不不你现在就已经今年度的推着交流 对不对 包括副主委说 你今年推着交流 就什么交流嘛 从所有地方到都没有交流嘛 那你现在你招待了什么大陆很多团体来 我看到都是议长在负责 都找议会了 最近刚好一个重新规划局来 重新规划 你马上可能又离开这个位置 我是觉得你们既然编的预算 你今年就有实行来落实 你明年右边这个预算 今年都做不到你 你明年右边 你找无头张宁路尔会来教我们 我们跟他学那种 我们要做地方的事务 城市的交流 农产品的交流 对不对 那你要想办法找出自己的一个方向 你现在目前开的这样的一个部分 的执行各事务 我觉得有违背我们当时 我们郑市长原本的一个想法 如果大陆都去不了 政策也做不了 你明天续编这个东西 我是觉得真的可以检讨 我想邱副民事长 也是我们代理主委 我想刚才鲁医院提到的 我们郑市长当时成立这个两岸交流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这地方上的交流上需要 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主要目的是 你认为主要的效益跟目的是什么 主要是推动城市交流 推动城市交流的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加强双方的一个 加强相关的关系能够更加紧密 看能不能带多一点商机来到我们陶渊市 最大的目的应该是这样子 对不对 但目前从中央到地方 看看两岸的政策 两岸的互动 未来可想而知 两岸的交流肯定会变少 两岸的互动肯定会变差 未来从大陆到我们陶渊市的投资交流方面肯定会变少对不对 这我不敢讲 这你不敢讲嘛 目前看起来方向是这样子 一年编三百八十几万的经费 如果只用于参费使用 只用于一些没有太大意义的互动 这三百八十几万花的经费有意义吗 不会没意义 最重要的就有团来有要跟我们交流 前一阵子我们蓝营首长带头去大陆招商 郑市长愿不愿意这样做 如果他邀请我们会考虑 他邀请我们才考虑 他不邀请我们就不会去 我们不会再主动立场 是站在被动立场 是站在可能有需要立场才做 是不是这样子是市长该有的格局吗 应该不是吧 我想那个主委啊 不要自己骗自己啊 中国大陆现在态势非常的明显 你没有接受九二共识 就没有未来没有交流 你要官方对官方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刚刚鲁一元讲的 请陆委会来干嘛 陆委会就是不承认九二共识啊 陆委会主委现在连九二共识四个字都讲不出来啊 所以你说要靠陆委会来教 你怎么样做两岸交流吗 你找我可能比较快一点啊 找我们其他几个议员可能还更快一点啊 那要讲的就是说 事实上大陆摆的态势很明显 你没有接受九二共识 你就根本不可能有交流 那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觉得就是把它冻结 你知道等到中央 等到蔡英文总统 他已经决定要接受九二共识的时候 我觉得再来再来动支这些费用啊 做这些还比较好 否则的话我认为啊 你边这个经费找委员会开会 或者办一些什么吃饭联谊 那根本就是在仇容而已啊 这样好像有点 好不好 我们这些大陆都不去的意思吗 我想我想就是这样 大家都看得到的啦 我想地方上还是有交流的 委员长帮你解决问题啊 给你预算你弄不弄 就弄掉 两个交流你还等别人 你主动你干什么的 这本来就对方要请客人 你们开什么玩笑 什么叫对等 你们坚持对等是什么 对等他发动也可以 我发动也可以 为什么一下下要求人家了 我们没有求他了 对不对 当然不要求他啊 不要求他这个预算啊 你就建议一下说 拜托议员把明年度的预算 把它删掉嘛 到时候一定会问你嘛 今年那个旅会发了没有啊 花不掉 那花不掉明年干什么边 但是我是讲真的啊 公务员都不要去大陆 你们现在根本没有什么主动交流啦 明年农播会 你准备邀请团 你们自己好好去想一下啦 你们边的预算自己用不到 现在还觉得人家讲一下 很不甘愿 我看到议长帮忙接待多少团 你们在那边主动接待 好了 不要再扯了 请坐 那个 党处长 议员 我想今天一大早大家都在问有限电视的问题 在过去我们也在问 那我们 我们这个 在上会就希望说 干脆啦 与其要去讨论那些滋滋结结的问题啊 干脆啊 民众最有那种感觉的部分啊 有些其他比较竞争的一个县市 我们上次已经说过了 有这样的一个 有更低的 我们希望朝这个方向 那当我们去年讲完 你每次在议会都都不会开审议会议 这个是 我知道你这个很强啊 比如我们议会到十月 包括议员我们十一月二十五号才会开审议小组会议 你今年就在总之群之前把审议小组会议把它开完 开完就告诉我们去年叫你降 对不对 你没办法降 所以我们也很无奈 大家在讨论什么 你现在讲这个数位化 数位化现在已经做到百分之九 我们九十二点点点九几 九十三趴 九十三趴 那有七趴就是没有数位化 人家现在都在第二阶段了 你还在讲第一阶段吗 第一阶段已经结束了 就是现在游戏规则超过百分之六十的 第一阶段的数位化 机上可以装到百分之六十就可以进入第二段 第二段叫做全数位化 什么叫全数位化 数位化跟全数位化天啊 不是在闹口令啊 第一阶段的数位化叫做选修 大学都念过 你要选不选你家是 第二阶段全数位化叫做必修 简单来说民众的感觉就是 全数位化就强迫 什么什么方法强迫 拍谁类比线揽拉掉 没讯号 剩下七八要来不来 要不然你家里不看电视 那现在第一阶段都已经 我们已经达标了嘛 后来剩下的部分 为什么要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就是把剩下那七点零五趴嘛 当时定的一个方向本来就是这样啊 所以你现在跟很多议员在讲 数位化数位化 我觉得我们现在跳开数位化吧 数位化已经九百分之三了 现在就全数位化变成本来是随意的 变成类比线 第一阶段是两线并存 数位的线走 你的类比线也不准拉掉 现在第二阶段大家都已经开始了 台中很多地方已经在今年年底 全数位化准备达标啊 那你今天啊 已经有台中啊 台中跟好几个地方啊 都已经准备要到百分之九十百分之百的 全数位化 百分之百就得把剩下那几趴 全部把它处理掉 那你现在呢 再讲你们现在拉的全数位化的 总共六千多六四五七 我没看了 大家数字有点错误 请见谅 六千多户 三加加起来四十七万 四十七万 那概念一点三趴一点四趴 我是觉得今天哦 真的不是数字的问题啊 进入到第二阶段的游戏规则 你要强迫就是要有GOTS 你觉得当然会有明月 你拉掉这总共 我们目前还有七点零五趴的人 没有装数位级上火 当你在实施第二阶段 叫做全数位化 从随意变强迫的过程 会有七点零五趴的人 他会变成不满意的市民 为什么 我家突然回家 没有了 所以你也定了一些规则 四个礼拜之前 请你通知谁 你通通定好了 你全部都讲好了 可是问题是说 你在拉的时候这七趴 你们是考虑的七趴 乘以47万户 对不对 有应电视户 大概三四万 你们是怕这个反弹力量吗 可是你知道吗 你全数位化是当时数位化 推动这么久的最后一里路 最后一里路啊 那人家 这样好不好 全数位化 你们现在推动的步伐很慢 六千多户 你刚刚说南桃园有问题 但是他这个部分 你给我的数字里面 百分之九十几都是他嘛 另外北建有做六百一十六户 北桃园零啊 那现在到底 你计划 全数位化什么时候答标 我就问你这个问题 全数位化什么时候桃园市 全数位化 何时达标 业者的目标是明年上半年度 你的目标呢 我希望他们明年上半年度可以完成啊 明年上半年度 那你就定出来啊 你要定出一个目标啊 因为刚刚你知道吗 你刚刚回答议员 我跟你讲 我真的觉得你刚刚在藐视议员 你刚回答议员都随便乱呼嚨的 因为我都有在听 我都有做记录 刚刚杨朝卫议员问你说 说全面数位化的这个 这个什么时候要关掉类比讯号 你说关掉类比讯号不等于数位化 不等于全面数位化 所以你知道吗 你刚刚一直在绕口令 我现在就给你再厘清楚 所谓的全面数位化 就是把类比讯号全部关掉 使用数位的讯号 这叫做全面数位化 那刚刚卫议员已经提到 现在全面数位化台中市 在今年十月份全部达标 全台中市 新竹县全部达标 百分之一百 台北市呢 在今年105年12月 有半数以上的区全部达标 最慢最慢 在明年106年的6月 全部达标 百分之一百数位化 我现在就问 陶渊市政府的态度 到底是什么 你们希望什么时候全面数位化 我跟议员说明哦 你们账面上看到百分之百 那是安装数位机上和百分之百 全面数位化 是关闭类比讯号 你这个骗其他议员可以啦 我们已经查过很清楚了 现在目前陶渊全面安装 数位机上和的比例 已经达到百分之九十五 九十三 八十六 三家业者分别 对 但是 全面数位化 你是机上和先装 装完机上和 你才能够把类比讯号关掉 切入数位讯号 现在 切入数位讯号 我们整个陶渊的达成率 才百分之十几嘛 对不对 所以我现在就问嘛 那你现在要 你看我刚刚讲 台中市跟新竹县 他们是全面数位化哦 全部关掉类比讯号 是在今年十月份 就今年年底全部达成 台北市在今年年底十二月 是半数以上达成 一百零六年六月全部达成 我现在就问你 桃园市政府的态度是什么 什么时候要达成 我的目标刚刚讲过 明年上半年度 我也跟一年度 好那就是一百零六年六月 我们一百零六年六月 迎接桃园 这个这个迎接这个数位化时代的 数位化城市的来临 好不好 那现在我再请教你 现在关键又来咯 NCC规定 是到全国全部数位化之后 他的费率就按照 NCC定的五个收费方案 付费方案来执行 但是在没有全国通通达成 百分之一百的数位化的这段期间 这个付费的费率 是由地方政府决定 而NCC定了一个奖励方案 只要在明年年底以前 达成全面数位化的 他可以收费标准 一组将来是分组收费 A套餐B套餐C套餐 好分这分三组分四组 NCC奖励措施里头 一组收费可以低于 必须低于现在收费标准 其他两组的收费 可以高于现在的收费标准 我刚刚讲哦 全面数位化到全国数位化 这中间还有很长的时间 我保守估计 我认为最少也有三年 这三年的时间 就是桃园市政府 自己决定所有的费率哦 你不管你A套餐B套餐C套餐 这个费率都是由桃园市政府决定哦 那桃园市政府决定的话 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刚刚我讲的奖励措施里头规定 按现有费率 你一组必须低于现有费率 两组可以高于现有费率 所以关键在哪里 关键就在现有费率 那我今天听到您回答其他议员 你说现有费率 我们预计在11月初 要召开第一次的审议小组委员会 对不对 11月底 11月底召开 好 11月底好 那我想请教 我们从去年提这个要降价 到今年初我们也提要降价 我请问 我们从去年提到现在 你们审议降价降了多少 我先请教 你们委员会一年开几次会 一年开一到两次会 一年开一到两次会 所以去年有没有审 去年审有没有降价 去年审没有降费率 但是降装机费付机费分机费 一次降500300800这样子 装机装机负机 那个毕竟是少数嘛 对不对 你去做那个少数 不会啊 桃园一年移住那么多人 那个跟桃园全部收视户人口来比 还是少数 我们要顾的是大多数收视户的权益 所以我就说 从去年你们开审议委员会 你们没有审议 没有降价 是不是 有审议啊 你不能因为这样 我是说每个月的收视费 你有没有降价 没有啊 没有好 今年年初有没有开会 今年年初没有开会 今年年中有没有开会 没有 所以嘛 依法是年底公告就好了 你也把议会的这个这个咨询 也不当一回事嘛 我们在三月四月五月的时候 母法有规定要业者在年底的时候 提供该年度的营运报告 那我年中开会干嘛 哦 那所以你去年该开你就没开嘛 去年有开啊 所以你就明明知道 你一年只有一次年底的机会 可以审议费率 你去年底我们在讲的时候 你就没有审议嘛 有开啊 是不是这样 你没有审议嘛 有审议啊 你审议的 我刚刚讲 你有没有审议 每个收视户 每个月的收视费用 有啊 有没有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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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降 没有降啊 没有降不等于没有审议嘛 有啊 没有降 好嘛 有啊 没有降 好啊 这就是答案了嘛 我们让所有桃源的老百姓 来决定嘛 你桃源市 你有你郑文川市长 接任市长之后 从103年 12月25号到现在 然后我们去年底 104年 你们开会 你们就没有 完全没有审议 我没有叫你回答 你不要回答 五字养才没有审议啊 郑文川有审啊 哎 你们以前不是骂无资样多烂吗 你们怎么现在老是在跟人家比呢 是你说我们没有审 我要告诉你 真实上没有审是谁啊 你怎么不把新北比呢 你怎么不找台北市比呢 你干嘛要去跟 你干嘛跟吴智洋比呢 我们现在就在质询你啊 如果你什么都推给前朝 那要你们干嘛 我没有推给前朝 但是我们有审 你不能说我们没审啊 你们现在就在一推265嘛 不是这样吗 我没有推啊 但你不能说我们有审 你们说没审嘛 你现在就在 你审有什么嘛 这都有白纸会议记录啊 议长 藐视议会哦 我讲过了哦 是你讲 我跟你讲哦 我刚刚在听你跟其他议员质询之后 我就已经很不舒服了 对不对你自以为什么 你讲话你一副调刃的样子 一人讲一句你讲两句 对不对 你自以为自己很厉害 叫你检讨 你说好我会叫各局处检讨 哇你现在是什么 地下市长哦 来那个董事长 其实董事长这个觉得奇怪 有些蛮有用的哦 因为103年年中NCC开了一次会议 当然你知不知道 如果知道就好 他为了鼓励业者推动数位电视 所以有一个优惠给业者 所以如果你知道106年之前 能够推完这个全数位化的一个业者的话 给你以前一年的会例为基准 你提供一组套餐低于低于的 两组可以高于的 最高可以600块 我们的一个想法很简单 不要大家期待半天东搞西搞 包括你家也收拾 不要弄完之后 我们一般努力之后 大家期待了 然后变成600块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因为你今年的会例 很可能明年他们做好 会比照今年的会例 所以我们现在是跟你强烈建议 你查查看有没有这个文 就现在还挂在NCC的网站上面 如果这文还实在的话 你今年审议的会例 就是明年的一个基础 我想这是我们书里员讲的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你们会去查 第二个 我想副长你请坐 副长 我要给你建议 你是桃园的新闻处副长 但是你的view我知道是全国的 可是全国看哪里 你知道吗 我们在想是业者的怠惰 是业者的不作为 还是我们政府出问题 有很多人的指标 但是有一个指标可以检验你 我觉得我们新闻处 是不是你们出了什么问题 为什么 因为刚好现在台湾的 有一家业者不知道什么时候都集团化 很简单 集团化 有一家业者 还有十五家 从南到北的业者 我们看看他从南到北的 全数位化的一个比例 跟桃园他有一家业者的比例 他的政策是一致的 那为什么到台中 他的业者 第一名 凯布海 十二家业者 全台湾 从南到北 这我们就不要编故事了 他可以在台北的大安文山 阳明山 新台北 全数位化 今年十二月完成 全数位化 没有类比的 在台中的丰盟 今年的十月 全数位化 这是一家 通通属于一家联盟的 第二联盟 正好我们的北桃园 属于第一联盟 第二个 北建属于第二名中家集团 为什么在中家集团 在台北的两家业者 一样可以在 今年的十二月 完成全数位化 第三个 南桃园是属于TBC 台湾宽平 台湾宽平 在新竹的北市 跟台中的群建 早上问完 也是在今年的十月到十一月 全数位化 我第一说 我们刚好桃园三家业者 落在这三大的集团 我们当然可以推测 这些集团藐视桃园 他藐视桃园 那这是你新闻处长 没有办法接受的 为什么你其他地方 已经玩完了 都做完了 我们现在 你这边才刚开始 那我第二个推论 他到其他的县市 得到的协助 得到的帮忙 得到的效率 有可能比较好 为什么三家业者 如果在三个不同的集团 三个不同的集团 在其他地方 有两到三家 都是今年年底 就可以推数位化 全数位化 你现在给我们的资料 当然到七月底 我们到现在为止 四十七万户里面 你说推的区域 目前完成的 大概就关一 大概六千四百多户 我是觉得 我希望你能够听到一些问题 这不可能说这家集团 他真的 就是如果第一个可能的话 那你更要发挥你的个子 我个人最后两点 我给你建议好不好 你现在要保障什么 他关掉类比化的时候 你要确保 关类比化的时候 这些七点五趴的民众 不能够借机被讹诈 你听懂吗 我听懂 你不要说 对不起哦 我给你们好处 我们都不来 那你感谢 现在我通过了 新闻处 我说我可以关了 这一区拉掉 中间有五百家 没有来啊 来找我啊 过去一个盒子五百 五千 你要确保 确保这七点五趴币 这必定是公共政策嘛 他的选择 他选不选 他的对我们来讲 市民的价值是一样的 你绝对不能 你要保障什么事 广快推动 但是保障这七点零五趴 还没有跟上脚步的 因为他人在国外在哪里 确定 他的条件跟以前要一样 你有没有办法做到 这我保证 因为这法律规定啊 你这一定要哦 那很难讲哦 有时候他讲说 那法律规定 我一个月不被你装 对不起 后面就慢慢来 你要保障 后面的一个 一个能够这样的做到 如果业者违法就罚啊 对啊 所以你这个部分 你自己本身要注意好 再来就是套餐 现在很多地方 已经 网路上已经上路了 到底有没有上路啊 目前我们是没有啦 我们没上路啊 分级怎么分级 NCC要送 已经送立法院了 你现在全数位化这个阶 没有办法选择 他们到底未来要提供什么套战 马上要上路了 马上落实了 到底要怎么样去做 大家好 那个 新闻处长 我想我再提醒你啊 刚刚提到的 这个我们已经全部 桃园 全桃园的三个业者 已经全部都纳入了 数位实验区了 然后呢 目前呢 你刚刚提到 刚刚有议员咨询的 你说 说送NCC啊 然后NCC审议 有一些是NCC还没有核准 我刚刚已经跟NCC做过确认了 只要是桃园市政府 三家业者送去NCC审议的 通通都核准了 所以没有理由了 也没有借口了 现在就是全面数位化 我希望 不要再拿NCC做借口 或者不要拿业者做借口 业者已经准备好了 那现在就看你们到底 桃园市政府 有什么样的决心 要全面数位化 这样子啊议员 我们会推全面数位化 也希望议员协助帮忙宣传一下 毕竟你们也是蛮有说服力的 你们的宣传做得非常好啊 你们每年的费用这么多 对不对 光是一个停水 或者是停电 或者郑文燦要去哪里减彩 你可以一次发三到五通减讯 我觉得你们发的频率很好啊 你就按照这样的一个次序 这种频率 去发放这个 要断讯 或者是要从类比 变成这个数位的 这样的一个 齐成就好了 你不要到时候 又把这个借口拿出来啊 我跟你讲啊 这个就是 全面数位化城市的来临 这个是一个国家 甚至一个城市 它这个要不要先进化的 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啦 那全部都已经做了这件事情 我现在就说 我就看你今年年底 审议这个费率 你怎么审议 因为今年年底的费率 就牵扯到数位化之后 它的分组费率 它是息息相关 所以年底就看你们 去找集团的 理论协调 好谢谢 接下来我们请刘仑造 刘仪言 以及林志强的议员 共用十分钟 请发言 谢谢 下一位是李光达的议员 谢谢 好我先就教于那个 我们那个研考会 代理主委 是刘仪好 好主委好 在这边 简短来提一下 我们那个 请主委再来说明一下 我们现在市民卡的部分 市民卡的部分 现在使用的情形 大概是怎么样 目前发行多少张 目前我们现在发行 接近七十万张 好七十万张 使用次数 使用次数总共有四千多万次 当然这我们还是不满意 我们会持续再来 多加强市民卡的一些功能 跟附带的一些措施 来增加使用量 当然 因为其实我也看你的这个报告 你的报告上面写 大概使用大概四千万次 那扣掉交通票证 三千六百万次 最主要是交通票证 我看应该就是U-bike 对不对 因为我们U-bike推行以后 公车啦 U-bike 公车跟U-bike OK 好大概是这个 那电子钱包 好我们也不去考虑的话 因为电子钱包跟U-bike 应该差不多性质 好比较常用的 停车 停车缴费跟运动卡 跟健康卡这个部分 我们看停车缴费 大概才三万次 那我想 这个统计资料 是从发行市民卡 到目前为止的使用次数吗 对 所以 好那我们停车缴费 好我们现在有六十 将近发行七十万张 七十万张里面 我们发行了大概多久 一年多 从去年 对发行一年多 差不多一年多 七十万张里面 发一年多 才用了三万多次 所以真正有在用的这个族群 比如说 我现在有用这个市民卡 去缴费的部分 我可以合理估计 这三万次里面 也许就只有六千人 真的有在用 可以这样子可以吗 可以这样子可以吗 学生卡或是老人卡或是其他的员工卡 大部分都没有用到这一块 对所以那这样子 那让我们议员跟老百姓就会觉得说 那我们这个市民卡的用途到底是什么 就感觉不出来它的用途你知道吗 老实讲很多人没有去办 但是也没有对生活也没有什么影响 市民卡的用逸主要是 特别针对市民的身份的部分 所以刚才讲的这些 不管是学生卡 老人福利卡 爱心卡 或是我们的员工卡 最重要未来的所有的这些福利服务 我们希望能够结合 但是也未必是每个市民 都会去用到市府的资源 这确实 所以我们会在商家的优惠 其他观光旅游 这方面的推积 这后面才是重点 我们要去额外再去思考 要提供什么样的政策 来让大家来使用这个市民卡 要不然一个人的 每个人的枇杷上面都带很多张卡 那那么多张卡 他到底要用哪一张 当然我们每次都在讲说 卡片要结合嘛 那所以我就这个资料来讲 老实讲我相信主委 代理主委 代理主委也看得出来 这个使用率真的很低 因为刚才那商务博士 我去评估一下 大概细算一下 真的使用了人次的部分 人数啦 我一个人 我一年可能用了五六次 所以这三万多次可能只有五六千人 甚至可能更低 所以这个部分 所以我觉得说我们要好好来检讨 来思考一下 我们会一直努力下去 好 好 那这个问题我希望那个主委 会还在努力 好 主委请坐 那这个我再请教一下处长 议员 武安 处长好 那其实我们关于那个 其实今天大家 新闻处大家都不外乎 就是讨论那个 废率的部分 那其实我在这边也听了很久 大概也了解了 那我是觉得说 我会觉得我们市政府 有这个 既然大家对这个收市的费用 这么 就是说 对我们的有线电视买度这么低 然后费率这么高 那这个是 我觉得我们市政府有这个责任 要要这个GAS 要求他们把那个费率降低 因为就我们南桃园来讲好了 因为我本身就是 南桃园的使用户 那南桃园业者 我们常常在讲说 南桃园其实就只有一家业者 完全没有竞争 那其实在之前的市政总咨询 或者是之前的举出报告 很多议员都有提出 要开放竞争 那我相信我们市政府 也有努力在协助 我觉得说 其实这个市场环境 只要有竞争 那最大的获利 最大的受益者 一定是老百姓 所以不外乎就是 调降费率 不外乎就是 开放市场竞争 那我相信我们的处长 这个敦涵要来努力这个部分 因为我也有上去看 其实我们 我就南桃园的部分 财务报表的部分 我有大概去查一下 他105年的获利 105年的获利 业内 所谓的业内就是 他靠这些收视户赚的钱 一年就大概可以赚了 大概8亿 那这个应该是永久 他只要每天 大家都是固定的收入 所以他每年可以赚这么多钱 但是他的费率 都没有办法下降 我觉得说 这很难对我们老百姓来交代 所以我觉得说 我们市政府 我们的市长 觉得有这个 必须要有这个魄力 我相信只要费率一条降 我们的市政满意度 一定还会再拉增 我现在说 这个当然 11月底 要再开审议委员会 我相信这个处长再往这个方向来努力 来让我们的民众感觉到有感 让我们桃园民众感觉到有感 好不好 这个处长蛮努力的 跟议员说明两件事情 好 第一个是议员刚刚提到这个垄断的问题 这个我也要趁机说明一下 这个分实际面跟法规面 在法规面来讲 整个桃园市算一区 所以 整个桃园市有一区 有三家业者 所以在法律面来讲 并没有垄断 可是实质面呢 在南桃园 因为桃园有分南北桃园的生活圈 南桃园的生活圈 确实存在 不完全竞争的问题 那这个部分 我有的确跟 桃园的立法委员沟通过 我也要跟NCC的主委当面谈 如何让实际面 也有能够达到实质的竞争 因为如果照目前NCC的规范 这个业者要进入 这个比方说整个桃园的区域 他要有15%用户的 这个所有的标准 也就是说 以桃园现在75万户来讲 大概要有11万户 11万户乘以 两台免费的机上盒 乘以他的这个管销费用等等 我算过 入场门票4亿 不包含揽线的部分 所以的确会造成一些寡头的状况 这点我们要加强 那第二个费率的部分 我想依座您是会计师出身的 如果我有什么问题 我私下再向您请教 OK 好 谢谢市长 好 谢谢 首先我先请教一下 那个研考会 我们邱富弥是什么 林医院长 我想早上很多议员都在关心 这个市民卡的问题 我想市民卡 现在目前发卡量 70多万张 其实依照我们的 人口数 还有进步的空间 大概是三分之一的 这个发卡量 那么希望说 在未来的日子 看看怎么去结合 它的功能性 跟提高它的诱因 让我们的市民卡 能够很充分的可以让我们的市民来使用 好不好 那么针对这个部分 有关市民卡的部分 在这个107年后 我们准备要这个身份证的这个晶片要上路了 那未来 我们怎么样去结合我们的市民卡跟身份证来做一个结合 有没有这样的规划 这个如果因为主导请在中央 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尽量跟中央 中央的部分大概他们会整合身份证 跟自然人品证跟健保卡等等 其他功能还不太确定 那其他功能部分 那我们地方既然有市民卡 我们这样的市民卡怎么去结合我们的这个 晶片的这个身份证卡 能够来让它结合来来去一次性的 这个一致性的来去做一个使用 就像我们讲说 我们口袋包包那么多 包包那么多 皮夹那么多张卡 我们到底要使用哪张卡 我们至少要整合在一张卡 是不是 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规划 基本上我们是希望在107点之前 让市民卡充分的使用充分的应用在各个服务应用上面 他就不得不考虑这里有将近一百万张甚至更多的量 所以他考虑要去整合 所以这部分我们大概是策略是这样 希望中央未来能够把我们纳进去考量做整个整合的应用 我想这个部分 这个市民卡跟身份证这个晶片卡的这个结合 我想你们一定要先提早做一个规划 让我们未来的这个市民朋友出去 不管是搭公车或者是消费 我们都可以或者是看看医生 我们都可以用这个一张卡就可以处理掉很多的这个 很多的事情好不好 没问题 好那谢谢请坐 那接下来先我们那个张处长 议员午安 午安 我想很辛苦 早上很多议员都在问 现在是费率的问题 我想针对这个部分 我们也希望说 新闻处站在一个主管机关的一个立场 能够替市民把关 让我们的这个整个费率能够透过这个审议的机制 让我们的市民朋友有一个非常合理 而且这个品质又好的一个费率的基础好不好 好没问题 那我想在这边再请教你 去年我还记得我们桃园市的这个市徽 你们有推出说要做一个重新的设计 那这个计划到底还没有继续推动 预算被删除 预算被删除 那你们有没有计划再重新再考虑再把这个计划提出来 我想我会讲这个东西 那有很多的朋友他们出国参展 这个有很多的厂商朋友 那挂了一个很大的这个 试灰 在这个他们的这个展区那里 其实很多外国的朋友 看到这个试灰 比他们的少不高 比他们的言计 比他们的顿钱 比他们的那种 比他们的谈则 里面的真相关 比他们的主要 比他们的尹座 比他们的费劣 比他们更大